大家好 我是揪姐姐 姐姐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用这个芋头来做一个 很多人喜欢在过年 或者是喜庆的时候吃的 八宝芋泥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如何制作八宝芋泥 今天看到这个芋头很漂亮 挑芋头的时候 要怎么挑呢 要看这个芋头 稍微把它用手叮叮看 如果它叮下去还蛮松软的 那这芋头就不错 如果你再吃下去就觉得它有点硬口口 那种感觉 还有点脆的 这种芋头就不好了 首先这个芋头当然要怎么样 要削皮 不能碰到水 我们要干削 这样才不会痒 我们就这样干干的削它 削芋头应该大家都会 就这样把它刨掉 那手尽量先不要去摸到 那个白白的地方 就应该就不会痒了 反正就是它会咬人 所以尽量不要去碰到水 来削它 把它削干净 好看到这里 如果还没有订阅我的朋友记得按下订阅 还有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同时将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 婆婆妈妈女朋友 还有喜欢做料理的朋友 请她做这道好吃的料理 给你吃你才有口服可以吃得到哦 像这种黑黑的 我们就把它也要把它削干净 好了你看这颗芋头这么大呢 如果全部拿来做八宝芋泥呢 呃我们家人口不多 对我来说可能没有办法一次吃完 我通常不喜欢做太多 然后留着下次吃 所以呢这么大颗我决定把它分成两半 一半我来做八宝芋泥 另外一半呢我下次拿来做另外的用途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我要怎么样来制作咯 我们洗干净了咯 就这样子我就把它取一半 剖开来 因为太大颗了就不好剖 剖开来 咯啵一声 表示这个芋头很脆哦 我们就把这个芋头切片 这样子下去蒸的时候会比较快熟 如果你切快哦 要很久才会熟 这样用滚的比较危险 我们这样子比较好切 这样子我们芋头就切好咯 全部切好我们就把它放在盘子 这样平放着 这样会比较容易快熟 那如果太大块了 你可以把它折小快一点 这样子呢 它也会比较容易熟 好我们就放到电锅里面去蒸 外锅一杯水 好现在在蒸芋头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这个糖大概是60克 然后等它好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倒进去 我这些材料呢 都是我从家里面的冰箱拿出来的 所以你就看你家里面冰箱有什么材料 就用什么材料 你看我家里刚好有蔓越莓 然后我家里刚好有这个 这个葡萄干 然后这个红枣 我想到了我还有那个洛神花茶 洛神花也可以拿来运用哦 家里刚好有一包这个洛神花蜜件 人家送我的 所以我就想也可以拿来把它当做造型 你看这个洛神花的花果也蛮漂亮的 那我们到时候就来看看要怎么做咯 拿个几片出来 好 我们先把这个 蔓越莓泡软了以后 它膨胀了才会比较好做 所以我们用热水把它泡软 这样我们等一下铺在底下 它会比较顺 比较好铺 才不会翘翘 一般八宝玉尼呢 会用大红豆啦 然后那个 还有冬瓜 那因为我没有大红豆 所以我就用这个 红枣 我叫红枣一大堆 我就用这个来代替 这个红枣呢 它中间有个芯 我们就必须要把它剔除掉 这样子才不会等一下 吃的人会不好咬 所以我们把它 这个芯拿出来 然后大概切成对半 这样就可以 像这样对半就可以了 放旁边 再看一下 就把它对切 然后你就会遇到芯 那你就稍微把它避开来一下 或者直接用手去剥它 也可以很快 就这样 你要把它连在一起也可以啊 就让它摊开来 这个红枣 因为是人家送的 所以它就比较瘦 如果你自己去买 它质地比较好 你那个肉会比较多 但是其实没有关系 我们这个只是在配色而已 重点我们是要吃芋泥 那这个呢 把它摆在上面 就是增加一点 红色的颜色 看起来比较好看 你也不用特别去买个大红豆 因为我本来想买 可是想说一包大红豆那么多 吃不 一次用不完 所以我想 看你冰箱有什么东西 就拿来物尽其用 不用刻意去买哦 就这样 全部剥完了 你看它这个比较瘦 没有那么肉那么多 好我们这个洛神花呢 就先把它撕开来 这样子平铺着 这样比较好铺 然后呢 我们中间可以铺这个 哎 蔓越莓 或者是这个叫做葡萄干 把它铺在中间 就让它点缀一下 形成一个花纹就可以 好看的花纹啊 所以你就可以自己调配 看一下怎么 怎么来装饰你的八宝玉泥 这也是蛮好玩的 好像在做了 我做哦 稍微给它装饰满满的这样子 比较好看 哎 但是我们记得哦 面要朝下哦 面朝下 葡萄干是不用分啊 但是如果是红枣要分哦 拿比较平的来放 好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面呢 多铺一些 因为反正它是在上方 哎 我们要把它盖上去 所以没有关系 就这样把它平铺 花纹出来 蔓越莓多放一点 多吃一点对女生好 好 我们就这样放着在我们的花纹 我们不用太复杂 大概像这样就可以了 你觉得什么样花纹你喜欢 你就自己去调配就可以了 好了以后我们用手稍微把它按压一下 让它能够扁一点 这样子等一下比较好铺 手要洗干净哦 这样好 然后我们等会就可以开始来铺了 好 我们芋泥蒸出来了 嗯 满满的浓浓的芋头的香味哦 我们现在就要把它倒到这个盆子里面去 连水一起倒进去 这样它才有点水分比较好做 现在趁热哦 赶快把它倒成泥 这样子等一下才不会冷掉就压不动了 芋头还蛮松的哦 你看 质地还算不错哦 压下去就碎了 有时候你会买到那个好硬扣扣的 我们改成汤匙啊 可能会比较好办 因为 等一下把它压得比较细一点 所以用汤匙 压比较快 这不需要用果汁机 我们就用手直接这样压成泥就可以了 如果有一点颗粒 这样也蛮好吃的 如果你是芋头空 就会知道 喜欢吃芋头的那种感觉 要有点那个 芋头的那个一粒一粒的吃起来才好吃 我就尝尝看它这样的有没有甜哦 嗯可以啊不要太甜 如果你很喜欢吃甜的 你就再多加一点 我觉得淡淡的甜而已 那至少我们也可以加一点那个 我觉得加一点香草精下去 增加它的香气 如果你不喜欢呢 就不要加 因为我家里刚好有 我想用一点香草精下去 把它消耗掉 嗯这样真香哦 好搅拌到像这样子啊 就差不多了 好它很粘稠啊 这样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 进行我们的铺的动作咯 这是我上次做好的红豆泥 我先把它弄成一个圆形 不要碰到手这样 就很简单 把它分成两半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来铺这个芋泥 我们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不要把形状弄破坏 所以我们轻轻的把它放下去 慢慢的把它 推开它的形状 压下去 所以我刚才说要压一下 这样它比较不会翘起来 不要突然一下压太用力哦 它会整个形状就会跑掉 稍微把周边填满以后 我们再来移动位置 因为我们中间要铺红豆泥 好了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这个红豆馅放上去 放在中间 再把它压扁一下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芋头的馅放上去 把它全部 如果能够铺完就铺完 铺不完你就把它留下来 下一次你在做其他芋头料理的时候就可以拿来用 稍微把它压扁一下 你在铺的时候就先把边边这边压下去 把它边边能够稍微先添满 这样免得到所有边边那里都缺 缺一个洞洞这样子 然后再慢慢把它上面压扁 这时候我们就用上面的力量 这样子它已经比较定型了 才不会东倒西歪的 这个我们全部铺好 这一面还很丑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放盘子 用盘子这样子来切齐它比较快 就这样把它放着用力压一下 让它整个形状稍微平整一下 然后我们等会就把它拿起来 这样出来以后边边会有肉馅的 我们就稍微用叉子稍微把它边边顺一下 让它边边不要那么丑 然后我们再把它压一次 可以在上面给它抹油 这样等一下我这样按压的时候 它就比较不容易黏在盘子上面 我们目的就是让它下面陷下去压一下 用这样的压它那个图案比较不会跑掉 把它拿起来 有点难拿 好就这样拿起来 好了我们大概差不多了 那它会有一点凸出来 没关系 我们就稍微把它 再把它这样子稍微整形好以后 然后就拿下去再去蒸一下 让它定型 OK 这个另外一半的芋头呢 我们先把它切起来 这样子我到时候要用的时候呢 那如果你芋头不用就这样放的 没有刨 这样放在冰箱 它久了也是会烂掉 所以呢最好的保存方法就是把它全部切成片 或切成丝 然后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你要用的时候随时就可以拿出来 但是要蒸啊 或要炒啊都可以 这样就比较方便 也不会浪费食物 所以祖父们记得 这种芋头类的 芋头啦地瓜啦买回来呢 都要先把它刨一刨 然后放在冷冻库 要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拿出来用 好 那我们就切好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袋子里面 看看我下一个要做什么 再来把它拿出来用 可以切小块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而且也很方便 你要用的时候 马上就可以拿来用 好我们蒸出来 我刚才给它放凉了 放凉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倒扣出来看看 现在来脱模了 把这个拿起来 盖在它上面 然后这样倒扣过来 看出来的成品如何 啊也是漂亮漂亮漂亮 看 这样成品还可以 好 这个漂亮的八宝芋泥糕 我们就完成了 但是呢 这样子还没有到最后 我们最后呢 要吃的时候 上面还淋上一层酱汁 所以我们等一下分享 怎么样做那个酱汁 你看在过年的时候 如果做上这一道的话 哇 那感觉上就很有过年的气氛哦 倒下四分之一的水 然后就可以再加一汤匙的蜂蜜 重点就是让外面有点甜甜的就好了 因为我们本身里面就有甜味 我家里刚好有蜂蜜 所以我用蜂蜜来制作 比较健康 那如果你怕这个 因为蜂蜜本身很清淡 比较清甜 所以甜度不够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点点的半汤匙的糖 大概再加半汤匙的糖 然后我们就把它 一样把它拖开来 那如果你喜欢吃甜一点 你就自己调 这种甜度哦 跟你吃东西一样 看你个人喜好 我们只要把它煮开来 这只要稍微把糖煮化就可以了 我们就可以熄火了 然后稍微薄薄的一个勾芡就好了 这样就可以了 那个勾芡就像这样 像这样子 可以看出来 还感觉到它有变稠 OK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像这样子呢 我们这个蜂蜜汁就煮好了 我们就可以把它淋在这个上面 然后让它沾满所有的地方 让它这样流到这个边边来 我们要吃的时候 就可以沾着旁边 就这样子 这样我们的八宝芋泥就完成了 而且你这样子呢 芋泥吃起来才不会太干 而且如果不是很甜的话 刚好沾着蜂蜜汁吃 刚刚好哟 好 快过年了 这个八宝芋泥 非常适合过年年节来吃 所以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自己赶快动手做做做看 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为止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要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才会收到我新的影片的讯息 同时呢 最重要要分享给你的老公 小孩朋友 还有同事 一起观看我的影片 来支持我的影片 如果你有喜欢看什么影片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我会为你拍摄哦 那我们下集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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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